嗨 我是凌薇 今天這則影片或廣播呢 我要跟你談一談 國外網路行銷大師 Frankun的成功銷售系統案例 探討 那其實 如果你有上過我一些實體或線上的課程 你應該會發現 其實我常常都會分享一些 網路行銷達人 或網路行銷大師的行銷策略和手法 特別是 像是一些國外的 因為我長期基本上都有在觀察 國外的一些網路行銷 大師他們的一些 產品以及他們的一些 相關的 例如行銷策略啊或者是 他們的一個銷售的手法 等等 而且我發現當我在 我的課程當中啊 只要分享國外網路行銷大師 的一些內容 或一些成功的案例的時候 台下的學生們 他們就會開始更 聚精會神的停刻 而且並且發問度 也會變得更積極 OK說明國外的網路行銷大師 的確對 台灣很多想學習網路行銷的 一些朋友來說 都非常非常的有吸引力 OK而且他們啊 這些學生啊 我的這些學生 他們常常還希望我分享一些 更多的國外網路行銷大師的成功案例 OK那今天呢 我就要在這則影片 或廣播當中 來跟你談一談 國外的網路行銷大師 Frank Hunt 那其實如果你有在 長期有在觀察 或者是有在研究一些 國外的網路行銷市場的話 你對這個名字應該不會太陌生 為什麼 因為Frank Hunt他有很多很輝煌的事蹟 例如像是24小時入帳500萬美金的一個銷售金額 還有像是在2008年的時候 還有單次銷售就達到2600萬美金 而且是破了全世界的一個單次銷售的一個銷售紀錄等等 那Frank Hunt呢他其實發展出了幾個不同的 一些銷售的系統 像什麼 像如果你有注意的話 Frank Hunt他有一個很有名的一個銷售系統 叫做名單控制銷售系統 OK 因為他其實在這個名單控制銷售系統當中有提到說 你只要能控制你的名單 你就有辦法銷售出你的產品 甚至有些特別適合 像是什麼 像是一些大型的一些銷售演講 就是OPP或者是一些比較專門就是在銷售的一些線上或實體的一些想做課程等等 那他還有另外一個 Frank Hunt還有另外一個很有名的銷售系統 叫做群體控制術 OK 那這個群體控制銷售系統呢 也是他非常非常成功 而且非常非常著名的一個銷售模式 不過因為要做的事情太多 例如像是 裡面可能要做像故事行銷 像市場調查 像你要找出產品 然後你要製作產品 你要產品發售 你還要市場 一些策略的 一些市場的一些調查的驗證 那當然最後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你要如何去吸引顧客購買等等 那後來呢 因為這一個群體操控的銷售系統太複雜了 所以後來Frank Hunt他又推出了一個精簡版的群體銷售的一個群體操控的一個銷售系統 他可以讓你在很短的時間內更快速的去完成你的整體的一個銷售的流程漏洞 甚至可以把以前需要幾個月的一個銷售流程變成可能在7到10天內就可以完成 OK 但當然如果你想要在7到10天內完成這個銷售系統的話 你還是需要你的一些合作的一些partner的夥伴 因為如果你只有自己一個人單打獨鬥我想應該是非常非常困難 OK 應該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除非你的效率和你的自製力都非常非常驚人 不過大部分的人啊 我相信可能在做的過程當中可能都會遇到一些瓶頸 那當遇到這些瓶頸的時候就會開始怠惰了 我想就連我自己其實也常常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OK 好那我們來談談關於Francon的這個精簡版的群體操控 那其實Francon的這個精簡版的群體操控分成三大關鍵 就是三個很重要的部分 第一個叫做內容 首先如果你在網路上做一些行銷 或者是你要去跟你的名單建立一些信任的話 你一定需要有製作出一個可以收集客戶名單的內容 例如像是什麼像是電子書或者是一些影片 影片都可以 但我建議最佳的方式就是使用影片 為什麼 因為第一使用影片其實比較有效率 我認為其實拍影片絕對會比你寫電子出來的快 因為如果你現在就擁有自己的事業 或你自己的一些專業的時候 你只需要一個白板然後一支筆 其實就可以開始錄製影片了 而如果你認為目前還不想在影片當中露臉的話 你也可以做一個投影片的簡報 然後利用電腦桌面錄影的方式 對著電腦開始講解你的一個簡報 或者是直接利用電腦操作去講解 我認為這幾種都是不錯的方式 而且絕對比你花時間坐在電腦前面 開始寫你的電子書來得快許多 OK 然後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它比較有信任感 因為影片當中你可以露臉 你也可以聽到你的聲音 就像你現在聽我的這個影片 或聽我的這個廣播一樣 那電子書往往它只有文字 沒有辦法很有效的增加別人對你的信任度 因為別人沒有看過你的臉 沒有聽過你的聲音 它對你其實是很模糊的 那影片的話呢 就可以彌補這個缺陷 OK 所以這個方式其實會讓別人增加更多的一個信任度 也就是別人更有可能會 它會填寫資料加入你的客戶名單 訂閱你的電子報 或者是購買你的產品 這對於你後續銷售其他的產品來說 我認為也是非常非常有幫助的 第二個關鍵叫做數量 其實提供給客戶名單的內容數量不用太多 很多人這一點都做錯了 因為他們覺得客戶可能需要很多很高價值的東西 然後就是一直重複重複 然後不斷的一直累積一直送給他們 但其實你提供的數量太多 其實反而很多名單看不完 而太少的話呢 你假如資料提供的太少的話呢 又沒有辦法提供給客戶他們需要的資訊 所以基本上像Francon 他說你可以提供三部影片或三本電子書 那之後第四部影片就直接銷售 就是銷售你的產品 或銷售 直接給他一部銷售產品的一個video的影片 那前面這三部影片都是為了去吸引客戶名單來免費提供 OK 免費提供他們一些價值有價值的一些video的影片 然後讓他們更了解這部分 那第四部呢 你就可以拿來做銷售 所以你會發現台灣很多國內做網路行銷的一些朋友 或者是一些網路創業家 他們也都是這樣子錄製 例如錄製三部影片 然後三部影片之後 第四部就是銷售的影片 OK 那當然這個影片其實有一個很關鍵的就是 一定要跟你的事業相關 不然你今天如果你是想要賣減肥食品 結果你錄的影片是介紹房地產 那我相信第一名單很不精準 第二 這些房地產名單 他們也大部分可能也不是想減肥的那群人 OK 所以一定要跟你的事業相關的影片 這樣子填寫你錶單的客戶 他們才是經過篩選的一個精準的客戶名單 而且他們才會更有意願去購買你的相關的事業產品 OK 那第三個呢就是價值 Francon其實他提到 銷售成功的關鍵秘訣 就在你提供的一個價值 無論是你的客戶名單 收集所提供的一些價值內容 或者是你最終要銷售的產品所要提供的一些內容 關鍵就在於你的內容價值的高低 當你提供的價值可以越高的話 你的客戶他們就會越沒有抵抗力的去加入你的名單 或者是去購買你的產品 當然成交量的多寡可能就是和很多不同的因素有關 例如像是市場的大小 然後信任度的高低 然後你客戶名單的數量等等 但我認為你要記住一句話就是 產品價值絕對是影響成交率的關鍵 特別是資訊型的產品 因為你能解決的問題 或許也有很多人可以去解決 但最終客戶他們比較的是什麼 他們比較的其實就是你的價格跟價值 而在價格相差不大的狀況之下呢 價值其實就成了客戶比較的一個最大的關鍵 當你的行銷系統環節中 能把我今天跟你提到的這三項做好 我相信你的產品銷售量應該會非常非常的不錯 OK 這個就是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Frank Hunt 他的一些成功的一些事業秘訣 以及Frank Hunt他在國外做網路行銷 為什麼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賺這麼多的錢的一些方法 OK 那今天跟你分享這個Frank Hunt的成功銷售系統的案例 就分享到這邊 相信應該會對你的事業有所幫助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 也歡迎你寄信到我的email LINWEI62小老鼠hotmail.com OK 歡迎你跟我交流你的想法 或者是去網路行銷策略站 裡面去留言也可以 OK 那我們就在之後的影片或廣播再見 我是LINWEI 掰掰